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敢骑车了 我还敢拍视频了 嗯 可以 谁能想到呢 地利玻璃港口这么远真大 然后我们现在跟着前面这辆小车车去办理迪巴嫩的路径走去吧 迪巴嫩对中国是免贪30年了 确定一下 大伙看一眼 这种 现在摩托车 这是港口免费一日游啊 全方的港口呀 然后这还有阿拉伯的沙子 我倒不知道去往哪个国家 哈喽 哈喽 这就是海关半能设啊 直接进去 现在是海关半能设计了 那是海关半能设计了 然后顺利盖了一个路径 然后现在跟着这小哥哥 把我们送去机场 送去港口啊 这港口太粗动复杂了 好 我也 他们鸡里不如一顿聊 然后小哥哥又带着我们去一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跟着走的了 看这样的这些水 咱也不知道是海水 还是前两天下雨了 天不好 看 这些都是从土耳其过来的潮 三一 三一 这个也是三一 这个是没有一页 刚刚跟海关说的时候 他老说非得要在黎巴南的地址 我左岛右岛 然后进了一个最便宜的 然后酒店是100美金 100美金 而且好像付钱了 然后我都尝试一下 如果住我就不去一下了 如果不住的话就去 咱找个海景房搭帐篷去呗 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大帐篷 因为 他们的 刚才过海关 还有就是之前 这个入境的时候 更不多的 他们还是其实比较担心 外国人的这个黎巴南 就出现什么危险啊或啥 比较担心安城 我先取消 然后一会儿再看 小头 他就写的是 订单预告成功 不可取消 再联系一下吧 然后如果你不住也是扣100美金 来大渊总走吧 像一只想 感觉来黎巴南就是来破财的 各种送钱的 妥妥的黎巴南大渊总 寄来自贼安哥吧 走吧 看他的无奈的表情 那倒没有 走走走走 来就来了 没办法 想再多也没用啊 而且在船上 其实基本上没怎么睡 今天晚上还是住一下吧 毕竟黎巴南的酒店都比较贵 因为再便宜可能也不是 但是现在也取消不了 住吧 书拉港口 欢迎来到哔哩波里 这才是正式的踏入了 毕端面的土地 这一出来就是废弃的 这是废弃厂 旁边是什么呀 你能看起来像火车 你感觉好多梯才可以拍 是吗 兄弟姐妹们 是吗 兄弟姐妹们 地里玻璃 就是这个样子 慢慢的车 铁柜上废弃的 废弃的火车 废弃的法 突然之间被这个视觉冲击 有点小分汗 我也比较提醒他一点 手机在拿的时候 镜面留一下后面 因为别人一个伸手 就没了 反正就是你的 铁柯地方留一个 特别是靠近这一车的人 里面这一车可能还好一点 这边还顺手 很快的事 老爷爷盯了我们一天 走啦 走啦 进 那个推销袜子 这边的驾驭站 这就是地里玻璃的市中心了 这是要拍照片的 后边来了一个蹭镜的 对啊 这是热情的 这是热情的 黎巴嫩 哈喽 我认识你 好 Good job 特勤的黎巴人 赶紧找酒店了 不是一个人的前线 那就是两个人的前线 好像又下雨了 地中还有天气 一直都是在捉病 看一下这些小贪物 我们现在身上想吃什么东西 都不着了 他们的街道 这种狼狼 大伙这看下来什么感觉 是不是特别有历史年代感觉 好历史 哈喽拜拜 比利波利海港风情 这种渔船啊 小艇 这里能看出来 他们的经济规模 今天是 世界冲击的怎么样 超级哇塞嘛 这个是拍照片的吗 我想知道这个是啥 哈喽 我骑这小串如何 跟你骑车呀 我骑这小车 你看小朋友玩多溜 你看你看他们骑的 变动的 黎巴嫩的重年 小旋风啊 小鱼 小鱼 好多欢热时光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 哇 天狗很欢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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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还是很欢乐哈 啊 刚刚他们拍照片的 问我们要不要拍照片 又是一顿中文 错了 应该是他们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 她说的是哈喽 然后看她那个眼神 永久有人在看着我 哦 这我就理解错了 这小女孩很执着 一直跟着我们 然后 她特别想交流 给她翻一句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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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把她的小妹妹带给她 我决定没人给她一个灯笼 上上上 拜拜 拜拜 这花也给她 她们满意了 OK 没有花了 可以了 我还叫你孩子 不是你都是小朋友 你就别有差异了 他们不会说是男孩女孩 只会说一样不一样 没人家要花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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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小街巷 这边的楼都格外的高 老猪说是因为黎巴嫩的国土面积有限 人们发展的话只能往高了发展 欢迎酒 谢谢 哎哟 谢谢 哎哟哟哟哟 No 吃 是吗 你当做啥狗粮不好啊 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另一个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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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At night We'll keep your 方式 OK 嗯 跪一跪的道理啊 嗯 加油 老猪 后来这有一个摄影师 我们还不适应啊 Yeah Thank you 这个太烂了 这个大火受不了啊 来来来来喝酒 Thank you Welcome 这个住酒店刚到黎巴嫩 然后不禁想起这个阿富汗 刚开始也是各种安保啊或者啥的 这个30美金或40美金都嫌贵 然后现在想到突然间来到这 只为100米 这个物价已经堪称欧米了 随随便门住一家这个酒店 但是就像之前在阿富汗一样 像我们的安保 这是最重要的 毕竟我们也刚到黎巴南 完全不熟悉 到底是露营还是这个酒店 而且现在是哔哩玻璃 还是港口 下到这个城里 还是在城 还没有到封路上 还没有到野外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再综合一下 找一家原价的 还有这贵的 便宜的可能不会到哪去 贵的估计上不封点 此刻是对着摄影师讲的 摄影师的到来 还有一个女性的一个角度 在东东打开一个新世界 女性世界 在路上总是有女性看着你 我看她们我是不敢打招呼的 但是跟你打招呼 啥感觉 就是你知道 其实刚开始到黎巴嫩那时候 就是我还是有点忐忑 毕竟是中东或者零 但是呢 这一路有好多热情的 不管是男性的女性的 尤其是女性 我就发现 迎面走过来的 看了你不会 但是看到我 哎呦 那笑容老热烈吧 老热情了 然后跟我say hello 所以我觉得 包括拍摄是吧 对啊 因为作为男性的话 我们肯定是绝对不敢拍的 但是好像你作为女性 你就随便拍了 嗯 我是不是啊 能帮你不错过好多小姐姐 不是帮我 是帮助广大的男性朋友 此处需要给摄影师 是不是要夹鸡腿啊 嗯我要脸啊 哈哈哈哈 说到夹鸡腿 我们还没取权呢 嗯想办法 这个房间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怎么觉得有股中式的这种感觉啊 细节还可以的哈 茶咖啡 饼干 嗯 水 可以 可以啊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在旅馆做饭 是没办法 我也不想在这做 但是现在 钱的问题 这个从离开土耳其拉到现在 反正一连串的问题 这个突现出来了 在这边 在这边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汇率 特别特别差 然后旅馆是 只说 只收 100美金现金 然后如果我去取钱 汇率特别特别差 所以先吃饱饭 这时候 已经饿得不行了 快要饿饱了都 你要不要吃 嗯 先吃点一下 你的够种料啊 我黎巴那海瓜竟然没被扣啊 庆幸啊 今天晚上还可以自己做饭啊 嗯 那不是在酒店 不做饭 是你的作风 那咋今天做饭了呢 今天这个状态没办法 先吃饱吧 吃好 对 只能说够不得已 吃饱了再跟大家好好地聊聊 吃饱了再想办法 嗯 你看就好吃 又是熬夜剪视频的一个网上 这剪好了 到 黎巴那地里玻璃港口的 然后 继续为这个防飞发愁 四处打听 这附近有没有花儿 嗯 希望明天早上有没有 然后 就是我现在所有的 土耳机的钱 所有的家的 现金 刚好不合理啊 睡觉吧 睡觉吧 所有的事情明天再说 有一个好的情绪 比什么都重要 晚安 下期再见